主席叶部长,以及我们萧董事长,以及各位团队的每位成员,主席又请叶部长。 请叶部长。 卢委员你好,叶部长你好,部长我请教一下,那个防塑小鸭呢,即将在12月21号要游进基隆港,那是好事。 那我们所负责呢,港务公司呢,一些问题我要请教一下,部长,以交通部要如何来协助,单单就业务方面呢,在海洋广场呢,的侧端,西川和出水口的地方呢,这个是由我们港务公司所任领一些清洗的公司, 但是在平时呢,漂浮着很多的油屋跟垃圾,我不知道我们港务公司呢,怎么样来处理那边的环境,以及清屋的工作。 部长,你看要怎么样来协助,来让接触的一个参展呢,能够周遭的环境呢,更加的美化。 你说明一下。 报委员,我想交通部在方向上呢,有三个工作,重要的工作要协助。 第一个是交通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基隆那个地方,到时候拥近大量的人啊,旅客啊,怎么样子在火车,还有公路这方面呢,我们有研究怎么样来协助。 第二个就是到时候现场的安全问题啊,因为这个靠近海边啊,我们会加派这些保全人员等等。 第三个就是刚刚这个委员讲的这种安,这个清洁这方面的一些措施啊,这个大的三个方向呢,基本上我们都有一些措施。 那细节怎么做,我是不是请这个我们基隆港分公司的总经理来说明。 蔡定义,蔡总经理,你说明一下。 报告委员,简单的跟委员报告就是说,续川河大概从上游下来垃圾,我们港物公司有去任阳。 部长你先回座。 我愿意任阳去把它清理干净,那现在是外包,河口这边在马路边固定我们外包商有人在那边到,但是晚上就看不到了。 那我们最近为了维护港区的清洁,跟四孙五环保局有协调,他们会在家立网,方便我们再来这个清除。 那第二个根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也跟环保局在联络就是说,我们希望最近一起到沿岸上游的住户去发传单。 那希望他们能够维持这个小压,不要受到这个污染,然后也维持这个港的国际形象。 那我们会去先打完以后,那会再去必要的话去开华单。 就是说这个双管,双管旗下,上游能够阻截污染,那下游我们会这个再加强去这个清理这个垃圾。 总经理由我请教一下。 是。 基隆港区分公司,是不是我们西川河出水口的任养单位? 平常你们是不是有任养这个单位来,任养这条河的出水口的地方,做好一些清除油污,维护清洁卫生的一个单位? 我们有,有答应市政府,愿意说这边的垃圾我们来清,基本上如果照三港法,那污染我们是应该去开华单的,但是市政府也没有能力处理,所以我们才在下游,在帮忙做清理的工作。 来维持这个港域的感情。 这次黄色小鸭游进基隆港,让我们港务公司跟基隆市政府要同心协力,来办好这次的一个参展活动。 也凸显了问题,凸显了说平常啊,对于西川河的整个上游,以及下游出海口的地方的一个环境卫生的问题啊,可以说相当的脏啊,也奇臭无比啊。 何况呢,我们在一年当中呢,有五十八个航次的豪华游轮,大约五十万旅客,经过这个地方,而闻到基隆港恶臭已久啊,不是说这个是其来有致啦,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正如你刚才只是点到为止啊,所以利用这段期间,配合基隆市政府在上游方, 这方面,先欠导,然后再祭出罚单,种种的一个手段措施,要来有心,要来整治,但是这个好像一个临时的做法呢,不足以来正本轻炎啊,那有没有比较正本轻炎的做法,要如何来推动,总经理你说明一下。 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看啊,那国内很多这个县市啊,他下水道做得非常成功,像高雄的爱河,现在也是河边也有住户啊,厂家啊,但是啊,就是因为下水道能够把他治理,全部啊,污水都截流,那才能够正本轻炎。 那我们所知道啦,市政府他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啊,那当然我们会跟他协调,能不能啊,因为事实上我这个港口是最末端的,污水不清理,垃圾不清理,进来就是我是受灾复,那我们会跟市政府再来看看啊,能不能这一方面呢,能够去加强。 其实呢,这个污水下水道也是内政部呢,也正在配合当地的一个政府在,正在推动当中啦。 那基于呢,在为完全整个呢,污水下水道完工取用,之前,这段的空窗期啊,我想也不能不去做一个防范未染的工作。 不然的话,现在我们可以说港式合一啊,一再的推动,发展观光,又是基隆港呢,发展观光的问题也,也是客不容缓。 那要如何在这段空窗期,做好整个呢,西川河,吃水口,以及西川河的整个污染源呢,能够阻截的问题呢,我想你们也应该要积极跟市政府呢,来密切合作。 因为当地的一个区域的一个市政府,也确实没有经费,没有能力呢,在最短的时间以内来做好正本清理的工作。 但是,我们交通部呢,有个我们港公司啊,在这方面,我想你们要怎么样来用心啊,来多花一点心力来协助。 因为你们如果这条河,受到严重污染不解决,你们是在整个出海口这个地方,也同盟其受害。 所以说,当然你们是受害,没有错,但是,你们有责任义务,要来处理这个问题啊。 尤其,最近呢,所以21号就要参展啦,会涌入呢,很多的游客啦。 所当其冲,大家,在那个地方呢,看到,垃圾一大堆,看到混沼的这个污水啦,以及呢,闻到臭臭的这个味道。 我想呢,也是不是味道。所以说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我想能够呢,发挥一个很好的一个影响力。 那我再请教一下,有关于呢,我们港务公司呢,基隆港,西岸,里克大楼的一个建置案的问题啦。 好像说你们季节于基隆火车站共够,有没有这回事。 跟委员报告,火车站跟我们现在,在C5C6要盖这个旅客服务中心,距离还有250公尺,距离还有相当的距离,大概两个计划是分开的。 基本上也没有办法去做共够。 因为基隆呢,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一年到头呢,下雨的天数呢,蛮长的。 那国际邮轮的旅客呢,无法来衔接,因为目前我们都是,在政府的重大一个政策里面呢,都是共够。 捷印啊,台铁,高铁的共够啊,或者是购物啊,地下街各方面,这是一个现代的一个施政呢,重大建设呢,考量的一个前提啊。 但是你们在这个地方新建的一些设施,都还无法呢,来共够。好像有这种的规划,是不是什么原因啊? 有没有办法来补救。 诶,跟委员报告一位。 让国际邮轮旅客可以咧,竹通河车站。 啊,因为,基隆港成为台湾国际知名的邮轮停靠港,要发展呢,海洋,这个油气,绝佳的机会。 那在台铁的基隆新站,旧台铁的基隆车站,西岸码头7,可发展成为客印的码头,一人码头,总和购物层。 那这个共够,这个连结呢,你们要怎么样来协助,或是要怎么样来,来透过呢,来发挥这个有一定的一个成效。 诶,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未来这个旅客中心,一共要花62亿多。 那大概我们这边未来也是会去做这个商业或者带动地方经济的一些这个活动。 我知道你们会带动,但是说,你们,正如你说,差了两百公尺嘛。 两百五。 两百五十公尺嘛。 对,我们现在,呃,基隆,火车站这边在做更。 没关系,请总经理回答,来。 总经理回答,来。 呃,包委员,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西岸客运中心跟那个火车站中间有一个都更,都市更新的,基隆有办一个都市更新计划。 那这个都市更新计划将来是会跟这个火车站这个更新,两个去做结合。 那因为现在这个都市更新计划之前有办了三四是流标。 那所以说,现在是由内政部他在做一个通盘,零件做一个通盘的规划。 那所以说,刚刚委员讲的共购的部分,是将来会跟那个,基隆是西马,西岸那边的一个,跟火车站会做一个共购的一个都市更新。 那港的这边呢,因为我们这边的一个,这个设计呢,它是纯粹只有港的一个服务。 那这个部分当初是,本来是有考虑要不要在都市更新。 但是因为觉得这个都市更新的范围太大,所以说把这个旅营中心的这个建设计划单独划出来。 那所以说这个旅营中心的计划现在是正在执行。 那都市更新的将来是会和火车上去做共购的一个。 现在中央好像收回来公办了嘛。 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旗程已经可以收短了嘛。 是。 那你们10月就可以完成一个细部的设计。 计计在104年底就可以完工了。 总工程经费是六十多亿三千九百多万嘛。 对,那是客运大楼那部分。 所以说,这样的话才能够发挥它的疫情的功能。 不然现在都很讲究这些高瞻眼竹嘛。 都规划都是共过的。 哪里说东一块西一块,各自为政。 是。 好,谢谢。 谢谢。